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长在舞台边上 因为我父亲是京剧演员 我家是京剧世家 然后从小就耳濡目染 所以我也是考学 学表演 然后在舞台上演戏 就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 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要天了 刚才这个故事 有一个地儿我一直在琢磨着 就是到最后那几个人都走了 为什么还要把它撕下来 人为的创造这个漏洞 让他们回来呢 其实我们有好几个 不同版本的底 但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就觉得这个可能跟 我们这个主要的任务 从一上场的时候能呼应上 但是观众的角度要看的话 会觉得这儿有点个冷 咱这你不管喜剧也好 悲剧也好 它得讲理 对 它一定到这儿它过不去了 所以我老觉得这儿有点小问题 一切喜剧 包括笑声 所有的笑声 它的起源都和痛苦有关 那么你是在战场上 被极度地伤害的人 喜剧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就出现了 那么你又走投无路 又落到了喜剧的困境里 你本来这两个都有了 可是你没往里头走 坏了 这故事就没法讲了 其实你要按照这故事 规规矩矩去走 可能就不一样 谢谢陈老师 我翻到最后说 我这个因为 咱们俩认识年头不少 是是 可是你把眼睛摘了 我真没认出来是你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来 但是你给了我很大的意外 我不知道你能演戏 而且原喜剧有个分寸 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记性 还挺好的 真不错 你很松弛 相比之下 其他人都在那儿紧张 在那儿演 你的这个舞台经验是丰富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你就可以戏演得很松弛 有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不错 我希望你能到我的班级里来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好 天啊 来吧 我们需要表态了啊 三 二 一 走 恭喜曹杨 来 英老师给他录取同志中 来来来 杰尔 他的喜剧节奏非常好 另外他的舞台经验 我觉得也是 可能别的选手 不是一两节课能销售 就需要很多场很多场的面重表演 才有可能建立的 我是一个跨界选手 我希望不要辜负云拿老师 对我的这种鼓励 在后面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能够有所长进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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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